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感情史 都说自古才子夺风流 红荣红现今59岁 却已有三段婚姻 期间更是传出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仇闻 那么在他背后究竟有着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台语歌王红荣红的故事 台语歌王红荣红七岁时登台演唱 九岁时灌录唱片 十九岁时以一只小雨伞成名 但他从小就被严格管教努力学习音乐 他的个性也追求完美主义 这也导致了他的童年缺乏乐趣 近日他与妻子张晶云 接受大云食堂李斯端的专访 张晶云觉得红荣红过去比较有偶像包袱的压力 需要有趣的东西填满生活 夫妻俩会彼此捉弄制造惊喜 营造乐趣 红荣红坦言 其实我私底下是很活泼可爱的 只是在外面比较矜持而已 不过现在我活出去了 一直打破偶像包袱和忧郁小生的形象 让观众看到真实的他 在节目上 红荣红字阶造成忧郁的伤痛过往 表示自己曾因太红而遭到别人的嫉妒 因此被人伤害 身中多刀 也登上了社会新闻 内心冲击之大 从此之后他也把自己禁锢了起来 我把新闻关起来 之前被黑道压着唱歌 唱得很不快乐 妻子张晶云也曾透露 有一次他发现红荣红做噩梦挣扎 过去安抚时 红荣红突然两手折头 像防备一般 看得他非常心疼 另外 当年15岁的红荣红与郑静音搭档残厅秀时 老板为挖脚两人 开了新的店并给了干股 没想到跳槽后 有一次坐出租车赶场时 却被黑道压至偏僻处 遭受了多人的教训 导致红荣红的下牌牙齿断了一半 但是他之前不善表达 再加上新门未开 所以一直将这段悲痛的经历 埋藏在心里 后来红荣红因信仰之故敞开心胸 主动向人们分享伤心的过往 他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出阴霾 红荣红出道45年首度公弹 宣布在2022年12月10日 举办2022阿红的新生演唱会 此前他在记者会上预告 演唱会将与妻子张静云 带来合唱曲目《云中花》 他还惊爆影集 表示自己患有未识到逆流多年 一有压力就会发作 必须靠控制饮食才有办法根治 而且生蛋已被灼伤 唱歌不影响 现在学会彩排不用全力 尽量保留到演出日 他也表示 妻子张静云不会过度干涉 只会在演出前适时提醒 但他笑说很多东西不能吃 偶尔会破解 夫妻俩平常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他表示自己没有出现大问题 也不忘提醒大家增强抵抗力 此次演唱会 妻子张静云除了担任嘉宾 也会替他打点造型 近期以来 红绒红卫演唱会展开体力特训 他原本就有剑走 以及跟妻子做双人瑜伽的习惯 希望练出好看的线条 张静云在旁 夸他保养得宜 条件很好 被问是否打算露一下肌肉 红绒红认为 得是成果决定 我肩膀比较宽 胸也有肉 此前 红绒红因担任新专辑 脚步漫漫的制作人 几乎整天都坐在电脑前工作 先少起身走动 竟然得了即兴之称 并从内置转为外置 妻子张静云透露 患处肿得跟鸡蛋一样大 且血流不止 但当时他们在国外 只好先用卫生棉救急 甚至去买成人纸尿裤来穿 红绒红一返台 便急奔急诊安排手术 他表示生病的这段时间 脾气变得暴躁 但妻子依旧很有耐心地照顾他 因此他在进手术房前 握着妻子的手向他道歉 两人都很担心 这会是最后一面 幸好手术相当成功 红绒红本不愿意对外公开印记 但他体会过痔疮的严重性后 还是决定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应该碍于面子 不请求协助 更别忽略身体的小毛病 红绒红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令人喜爱的歌手 每当父亲提起红绒红时 都是一脸欣慰和自豪 红家一共有三兄弟 他们当时都是台湾出名的音乐人 而红绒红作为老大 又是父亲36岁时才生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父亲对红绒红的期望值很高 一直用心地栽培他 严格地要求他 就这样 红绒红继承了副业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音乐人 他演唱的闽南语歌曲 在八十年代爆火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唱 而年少成名的红绒红 在演艺圈的道路也算是顺风顺水 因为长相不错 才华横溢 喜欢红绒红的人很多 其中不乏知名女艺人 比如有着台语天后之称的江慧 红绒红之前上节目时 曾公开了这段情事 表示自己16岁在洗餐厅助唱时 和江慧曾经有过一段蠢蠢的爱 两人甜蜜交往了三年 但后来由于他迅速走红等原因 造成两人的摩擦 再加上自己的继母反对双方交往 这段蠢蠢的爱就渐行渐远了 而红绒红也是江慧唯一承认的初恋对象 江慧曾经说 其实我跟红绒红声音很搭 其实我跟很多人合唱过 他们也唱得很好 但是我发现跟红绒红两个人的声音 是一种默契 而提到分手 江慧曾表示 在表面都装得很好很酷 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在低血了 可是谈恋爱还可以 但是结婚的话就可能要考虑了 言语间透露出对这段感情的不舍与无奈 后来红绒红经历了三段婚姻 红绒红的第一段婚姻在1998年 妻子是蒋秀美 两人相识于教会 不过这一段婚姻仅维持了一年 便已离婚收场 同年 红绒红与陈诗语迅速结婚 婚后两人生下了三个小孩 陈诗语原来是词曲创作人 同时也是一名福音歌手 红绒红凭借着工作的机会搭讪陈诗语 邀请他一起创作 随后又请他当自己的私人助理 两人因此相识而结婚 不得不说 红绒红的撩妹套路还真是新手年来 陈诗语在婚后 因为体质的原因曾五次失去自己的孩子 在2000年终于怀孕成功 但孩子早产 健康状况不如普通的小孩 陈诗语在生完孩子后 已退娱乐圈 一家人移去加拿大 但红绒红在外却有滑边新闻不断 2014年被曝出在婚内期间 与富婆徐初荣有着不正当的恋情 后来红绒红和妻子陈诗语 在加拿大协议离婚 但从没完成离婚手续 也没有履行过任何应对子女的 教育费用和赡养费 更绝的是 他又把妻子在加拿大名下 与小孩居住的房子 以债务不清的名义 向法院申请假扣押 再把自己台湾的房产过户给别人 等陈诗语接获银行通知找上门时 早就为时意外 陈诗语只好带着三个孩子 去到徐初荣的住处 找到红绒红 但红绒红见到陈诗语母子三人 态度十分强硬 还聚开大门 以隔着内门的方式 避见其笑 甚至以台语怒吼 他不想让你们进来 这让门外的孩子伤透了心 当场痛哭 而且红绒红除了聚见老婆小孩 还打电话给大楼管理员和警局 宣称有人闹事 要求帮忙驱离 闹到整栋大楼 人静皆知 这件事情曝光后 引起了争议 红绒红也因此 被贴上负心汉的标签 时隔两年后 红绒红在媒体面前卖惨称 自己这两年来 受负面消息所困 患上抑郁症 一度想自我了断生命 还向妻子和孩子们道歉 表示愿意弥补过错 陈诗语也通过有人回音 早已原谅了红绒红 一切看缘分 现在看来 红绒红挑选道歉的时机很恰当 因为2017年5月份 红绒红在台北开演唱会 而这一份道歉声明 让人不得不怀疑 是为了挽回声誉 不过此举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演唱会门票开售五天后 销售量还不到四成 这也不难理解 红绒红的歌迷大多是老一辈 观念比较保守 不会轻易为丑闻缠身的明星买单 再加上 红绒红常年过度买醉 嗓音不如从前 之后 红绒红在台北开演唱会 陈诗语还带着孩子们出席 在那一年内 红绒红发片 演唱会宣传 都不断提起前妻和孩子 大家都以为 红绒红浪子回头 要重新追回妻子 但是事实证明 红绒红还是那个红绒红 她迎来了人生中的第四个女人 突然就宣布 和小邓丽君张静云结婚 由小邓丽君之称的张静云 也是年纪轻轻就出道 因出身单身家庭 妈妈为养活好几个小孩 从镇头白琴校女坐到电子花车 她18岁跟着妈妈加入镇头 后来学习钢琴 才有机会到钢琴酒吧自弹自唱 夫妻俩相似的成长经历 也彼此扶持 不过于公于私 在一起会因备受考验 红绒红与小他11岁的妻子 张静云结婚5年 坦言婚姻曾面临危机 交往没多久结婚 经历连续两年的巡会演唱会 张静云要打理演唱会事宜 和家里的三餐 不仅如此 还必须帮老公梳头 吹头发及打理服装 此前张静云压力大到无法附和 向红绒红求救遭拒 张静云跑回高雄娘家 拨接电话和短信 后来红绒红借机送花 并表示把下一场演唱会的酬劳 都给妻子 也开始愿意倾听 退让 两人才慢慢和好 张静云则称赞 最近老公改变蛮大的 现在他会做家事 衣服也自己洗 红绒红则许下 此生永不变的诺言 经历了这么多 红绒红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祝福他在今后的日子里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们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